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应用修复乳膜芽大面积取的原因 乳膜芽育成罐的适应征 一 大面积的二类动 近远中合面动或夹舌合面大面积充电体 二 缺损或折断较大的牙齿 三 甲髓切断术后 根管治疗术后 四 硬组织异常 如 幼质发育不良或牙本质发育不良 主要器械 车针 短细有追度的金刚刹车针 轮状金刚刹车针 短柱状金刚刹车针 收编前打结的牙线有何指 牙体预备和灌的调整步骤 这些步骤 概括如下 去境辅置 完成必要的牙体或牙髓治疗 一 牙体预备 合面 临面 边缘线的顺序进行预备 二 选择育成罐 将育成罐放到禁远中临面区进行试带 不要将育成罐完全就位 只是检查它将来能否挤进就位 取下牙罐 取下育成罐 三 如果育成罐原有的边缘被破坏 需要再修整 用收编前收编 四 水门钉沾罐 五 去除多余的水门钉 六 检查咬合 切捷 三 检查咬合 artific 一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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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